他海边出生 嚼着槟榔长大 他的池塘里藏着许多秘密 有一种鱼最爱吃虾 而它竟能把虾和它的天敌 养在一个池子 你看这个虾 流到它嘴巴里面 它不动 石斑鱼价格遭遇历史最低 在同行都赚不到钱的时候 它又用什么办法 让产量翻倍 就一粒到十一百二十六十 看海南省汇洋高手林雄 他的池塘里有什么样的秘密 欢迎收看制服经 有一种鱼特别爱吃虾 应该说是有多少就能吃多少 简直就是虾的天敌 可今天我们节目的主人公林雄 却能够把这种鱼跟虾 养在同一个池子里 不仅如此 他还特别喜欢琢磨这池塘里的那点事 别人都赚钱的时候 他故意不赚钱 而当别人都赚不到钱的时候 他竟然能够赚得更多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凌晨三点 收虾的人就来了 他们必须要赶在天亮之前 把新鲜的虾送到城里的各大酒店 时间紧张时林雄就一定会来帮忙 这有多少啊 从池塘里捞上来的虾 必须用手把大虾一个个挑出来 这样的活要连续干上好几年 才能又快又不被扎到手 而林雄更大的财富秘密全部藏在这些池塘里 这里不光用来养虾 在平静的水面下 还生存着一种更凶猛的动物 他有想动他早就等在这里了 等你来喂他了 他到吃的东西的时候 他饿了 他就想着东西 他胃口比较好 这里面的鱼有多大呀 这个有超过200斤的 一般的是200斤左右的鱼比较多 这个是 这种胃口非常大的鱼 就是石斑鱼 林雄这里最大的石斑鱼有300多斤 它们虽然看起来很笨重 可一旦看见了好吃的 却变得比谁都灵活 就是这么凶猛又贪吃的鱼 怎么可能和虾一起混养呢 记者当场把几只虾 放进了养殖石斑鱼的池子里 结果十分惨烈 石斑鱼简直就是虾的天敌 可就是这两个死对头 林雄却有办法 把它们同时养在一个池子里 并且它的商品与产量 比同行高出至少一倍 仅仅220亩的养殖面积 每年的销售额就达到1000多万元 它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规模 竟然都是从当地的一句 顺口溜开始的 开着奔驰宝马来养蝎 后面就打到背包回家了 一样的 真的是这么惨吗 真的是比这惨的现在还会有的 打到背包回家还好 还负债一生的 还有很多 开着名车来养蝎 打着背包回家 说的就是十年前的海南养蝎业 技术的不成熟和市场价格的动荡 让养蝎人的命运大喜大落 最惨的时候只能用虾糖抵债 而林雄 位于乐东县黄流镇的这块220亩的养殖基地 就是别人用来抵债给他的虾糖 虾糖在手 林雄却不用来养虾 而是养殖当地利润很高的石斑鱼 然而他一开始 却发现了这片虾糖的一个特殊之处 因为这个特殊之处 林雄每年只卖三个月的青石斑鱼卵 竟然比卖一年的钱还要多上好几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去采访时 刚好有人来买鱼卵 他们说的一句话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现在别的地方有卵吗 没有 因为它这个气温的 原来每年的12月份 到第二年的三月份 气温过低 让海南绝大部分地区的石斑鱼都停止了产卵 鱼卵成了养殖户们最稀缺的宝贝 这时候 如果谁家有鱼卵 就可以卖到比平时高十倍的价钱 恰好 林雄所在的乐冬县 气温常年偏高 这里的石斑鱼一年四季都有卵 林雄在发现了这个天然的优势之后 决定把它发挥到最大 为此还做了一件十分反常的事 给鱼挪糖是最麻烦的一件事 这一天 石斑鱼本来好好的在池子里住着 林雄却偏要把它们全部挪到另一个池塘里去 两个池塘一模一样 水也来自同一片海域 为什么非要换一个池塘呢 产卵的时候需要水质要干净 这个糖 它养到一定的前度以后 因为我们就拿来产卵了 它底部有点不干净 要重新搬过一个新的糖 它底部比较干净 原来林雄特意让自己的青石斑鱼反季节产卵 别的鱼产卵的时候 它的鱼休息 当冬天别的鱼产不出卵时 它的鱼就开始使劲产卵 而给鱼换糖后的一两天 鱼就可以马上产卵了 这样一来 林雄的肠里不仅有卵 还能控制鱼出卵的时间 只要客户要 它这里就能有 就在捕捞的时候 一名石斑鱼过于凶猛 竟然把一位工人的水库 砸得全是洞 把裤子都能扎破的石斑鱼 这个池塘里有四百多条 不捞时 猛烈的挣扎将造成巨大的损伤 林雄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最快地完成这次大转移呢 记者发现 所有捞上来的鱼 都要先放在这个橘黄色的大箱子里 不管石斑鱼 原来有多生猛 只要进了这个箱子 都乖乖地一动不动 难道秘诀 就藏在这个大箱子里吗 为什么这边这么闹腾 然后到那儿它就不动了呀 那边那桶里面 已经下了麻醉药了 什么样的麻药 我们拿来搞牙齐的 叫丁姜油 医用的那种 医用的 石斑鱼在短暂地睡过一觉之后 很快就在新家里恢复了原样 挪堂之后的第二天 林雄果然在新的池塘里 有了欣喜的发现 它这里脏东西太多了 它要养鸡打起来 它活动了以后 它就 有没有卵 有 这是卵的 哪个是卵 哦 这个一粒粒的 一粒粒的 就你刚才那样 随便捞了两下就有 对 它传堂都有了 靠着这个时间差 林雄虽然每年只卖 三个月的青石斑鱼卵 钱赚的却是轻轻松松 然而冬天 对于商品鱼的价格来说 却是一年中的最低点 经销商们只得互相压价 许多养殖户因为没有利润 宁可花钱养着 也不愿意卖鱼 在鱼塘旁边 记者就记录下了 员工和林雄这样的悄悄话 然而就在其他养殖户 不敢轻易卖自己的鱼食 林雄却敢每次卖出 至少一万斤的商品鱼 而且还能赚得更多 这竟然都是因为厂子里 一样奇怪的东西 它做力量很大的 我们什么时候过来 它都会有鱼 都会有鱼给我们的 但是在海南也没有几个 2014年的一天 林雄干了一件同行 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 他花了60万元 买回了一个8米多高的 大金属罐 说要用这个金属罐 把产量提高一倍 最早的时候投了 差不多有60来万 当时肯定说 肯定是对我们拿出 这么多现金来 来做这套东西 觉得肯定是 代价会昂贵 普通养殖户的水泥池 一立方米最多养于50斤 而林雄这里 竟然可以超过100斤 比同行高出 整整一倍的产量 记者感到不相信 决定随机选一个池子 现场称一下 189 33 3没3 80 应该平均是80 接下来 再从池塘里 随机捞出三条鱼 用它们做样本 推算出池塘里 150条鱼的总重量 三条的话 平均是每一条是多少啊 3 4 4斤 不是 4斤1两半 不是 4斤2两半 4斤9 不到5立方 不到5立方 这里面150条鱼 150条 你刚才数据平均是4.2斤吧 对 230斤 对 然后再除以5 就一立方是126斤 计算的结果果然和林雄说的一样 这白色的罐子里究竟装着什么神奇的东西 竟能让产量达到每立方米100多斤呢 原来这里面就是随处可见的氧气 一般的养殖户 用的增氧机 可以直接把空气中的氧气打进水里 而林雄之所以每年多花20万元在氧气上 却是因为多年前 一夜之间亏损了100万元 有一次我们孵化一堂鱼 这堂鱼的价值100多万嘛 鱼苗 当天晚上 它就缺氧了 整堂鱼就没有了 第二天就把定性还人家 100多万一夜之间就没有了 这100多万的惨重损失和越来越薄的利润 逼着林雄改变旧的输氧方式 他增加投入 把大罐子里的氧气 用细管输送进每一个池塘 鱼就可以多氧一倍 可鱼的数量多了 林雄如何及时地发现池塘有没有缺氧呢 在他的池塘里 记者发现 这里面竟然还藏着一个 与氧气有关的秘密武器 好 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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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一条 好 这金昌 在每个养殖石斑鱼的池塘 林雄都放了10只金昌鱼 可他养金昌鱼却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有特殊的用途 我们现在来说就是放个少量的 从在石斑鱼里面养呢 它主要这个鱼它耐养度比较差 假如这个石塘出现养 养分比较低的时候 它少生这个鱼 它少生要跑起来在水面 那我们就会及时发现来说 这趟鱼的用怎样 比较要赶快处理它 原来金昌鱼被放进石斑鱼的池塘里 是用来做石斑鱼的氧气警报仪 2015年 石斑鱼的产量虽然上来了 可销售依然是个让林雄头疼的大问题 一位在三亚市开饭店的客户 来林雄这里看鱼 可是他一直不敢确定 林雄的石斑鱼究竟符不符合他们的要求 眼看着这位客户一直举气不定 林雄竟然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第二天中午 饭店的客户又来了 这一次他还带了自己的两位大厨 并且把饭店后厨的家伙事全都带了过来 客户一来 林雄就赶忙带他们先去挑鱼 鱼品质怎么样 让你们来品尝 他想跟我们这边能不能达成 更是我长期从我们供货 这样以来他们要首先要考察我们的鱼的品质 会不会达到他们的标准 那你现在要给他抓几种鱼啊 抓三种鱼吧 这个是鸡麻帮 鸡麻帮 鸡麻帮 这个可能有二十来斤 倒出来了 它跳出来哦 拿出去 抓个金猪 好够了 够了 这个就是每个人牵着肚皮来吃了 吃不完 原来为了留住客户 林雄邀请他们池塘里的鱼随便挑 捞上来就按照客户饭店的做法做 看看究竟味道如何 这些 虾 它的地质好不好啊 它壳底比较红 这就在它的光洁的地方啊 叫白 我们叫做横白风铃 横白风铃 以后这个虾 绝对是它的营养性要足够的 所以提起来呢 好够的 它这个鱼怎么样啊 它这个鱼怎么样啊 我想这个这个品牌要是靠到我们的三厅里面是结的一大品牌 来 来来来 大家来 祝大家老板发财 好 靠着稳定的货源和比别人低近三分之一的成本 林雄就算在价格低迷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和旺季一样的利润 2015年底 石斑鱼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为了节省成本 林雄决心做一件几乎不可实现的事 把虾和石斑鱼养在一起 这个龙党一直加成跌到这种程度啊 跌到这种程度 想卖 就觉得不甘心 还要等这个价格往扛起来 能不能多卖点鲜 养虾呢 一种做法来 来吸引养虾 那从里面就说啊 从里面弥补一些 那个境界吧 可是石斑鱼是虾的天敌 一开始 林雄把虾放进小石斑鱼的池子里 石斑鱼简直是有多少吃多少 我们当时是干脆就放这个鱼下去了 但是没几天 连一千几百斤虾都没有了 比如当时这个鱼 它能搭到十公分的时候 它可以吃到十公分的虾 所以像它这个一斤左右的话 你看给一个 这个差不多是二十五克的虾嘛 它这样一烤就是 把你吃完了 哇 鸟没 一秒钟就没了 一秒钟都没了 多大它都吃 一下子都没了 挺快了 再来一次 一下子都来了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让这两种动物 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呢 就在一天 当林雄把虾放进一两百斤的石斑鱼池里时 令它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大石斑鱼竟然不吃虾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龙胆的话 像是十斤以后 它要吃虾 并不是它不吃 但是它想吃这个虾子的话 它的动作比虾子还要慢 所以它是经常想吃的话 它不能吃得到 经过试验 林雄发现 十斤以上的石斑鱼 会因为行动缓慢而不方便吃虾 把虾和它们养在一起 虾在长到十厘米之前 完全可以靠吃水中的微生物活下来 还省去了一大笔饲料钱 对对对 然而好不容易摸索出来的汇养方式 却在捕捞的时候 遇到了问题 因为我们为了把这个虾抓出来 比如下这个龙 那么这个虾一进了龙子以后 这个鱼看到龙子里面很多虾的话 它要拼命地咬那个虾 被人拿龙子的咬坏了 而这个问题却被林雄 用一张篮在池子中间的鱼网解决了 这样的狼呢 就是防几鱼创过这个区域 鱼在这边 它跑不过这边 今天虾子能够跑得过 你看它的鱼网 它那么大 它虾子可以进进出出 这个孔罩好像够一个虾 对 那么鱼它就过不了了 它来到这边 就是毁这边了 那我们在这边抓虾的话 它就没有钢与我们抓虾了 这样卖虾的钱 几乎可以补贴 屎板鱼的养殖成本 让公司的利润 比以前提高了至少三分之一 它是长年待在基地 没有多少人 做水产老板像它这么亲力亲为 特别是像做上规模的企业 也很少会有老板 像它这么亲力亲为 每天林雄不管多累 都要在池塘边上转上一圈 这里虽然面积不大 却因为林雄的一个个秘诀 比同行节省了近三分之一的养殖成本 也成为了海南省产量最高的 石斑鱼养殖基地 2015年 公司的年销售额一千多万元 下一步 林雄打算把它的石斑鱼 进行深加工 迈到更远的地方去 老板一定要熟悉你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等于你要 首先要熟悉你的业务 你都不熟悉的话 那以后怎么去管工人 那工人乱说一句话来骗你 你都不懂了 那你怎么办 所以自己必须要 首先要摸出这个规律 确定一个保险系数 以后才教工人 是怎么去观察这个东西 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 林雄是海南省石斑鱼行业 少有的自己研究技术的老板 所有的养殖技术 他都得自己先学一遍 然后再交给员工们 也许就是这种认真较真的劲头 才能够让林雄的企业 在短时间内产量翻倍 就算在价格低迷的时候 也能够保证稳定的利润 好了 诸位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致富金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重庆长寿的邓宏九 17岁来到重庆码头闯天下 当时的他拿着一根扁丹卖水果 成为重庆几万名棒棒军中的一员 从一根扁丹起步 到有了第一个档口 开第一家分公司 如今他在全球15个国家 成立30多家分公司 关键裂变就发生在最近4年 看重庆市的邓宏九 如何从一根扁丹起步 到年销入额18亿元